剛剛我們在這邊呢 你把這個部分如果加上這個碼表 看你要在前面再後面隨便你 比如說我變化比較多一點 那這中間這個線條變化就會變很快 就會變很快 但是我們這樣還不夠為什麼 因為這樣線條太密 你看我們這邊完成的 有沒有好像細細酥酥的 因為你太密的話他就看穿不過去啊 看穿不過去 所以呢我們還在加上一個東西 你看一下我們學習重點 在這邊有沒有 你再加上一個色階 我問一下各位 Photoshop也有過色階吧 調影像都常用 色階要做什麼 讓顏色之間的變化 本來可能他是用漸層的 很接近的 我利用色階可以讓他 顏色之間變得比較明顯 對不對 色階如果調小 那這個東西 其實AE裡面一樣有 他在屬於哪一個 顏色修正裡面 一樣屬於濾氣裡面 顏色修正 color creation 這裡就有色階 levels就是色階 那你會發現 原來 AE就跟使用Photoshop一樣 各位回到我們上學期的地方 我就跟各位講過 AE叫做會動的Photoshop 只不過 差別在哪裡 英文了 最主要是還是英文喔 好你看到 有一個顏色修正 color creation 往下走 往下走 但是不要走錯了 他有兩個喔 一個叫levels 一個叫deep color AE還有一個叫levels individual control 個別可以控制的 那你只要用跟Photoshop一樣的 這一個就好 好 這一個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levels 有沒有加進來 但是這個地方 建議各位你把那個 我們那個Effet的面板 稍微拉開一點點 因為你如果沒有拉開 你旁邊這邊會稍微被切掉 你會比較不好找 但是你看到這個圖 我相信各位應該有點熟悉的感覺吧 對不對 很熟悉喔 因為真的操作就是一樣的 操作就是一樣的 你可以決定說 這裡 我要輸入的什麼 黑跟白的程度 黑跟白的程度 那你可以看一下我們學習重點這邊 你可以把輸入的黑色變 比較少一點 比較少 應該是input black 對 在這邊 有沒有 input black 你可以調整一下 你調整這個 有沒有發現 這樣 負的跟正的 往右邊 多一點 欸 我的卡住了喔 要稍等一下 OK的 你可以 當然你也可以直接從這裡 有沒有 直接從這裡拉開也可以 所以你可以發現 當我們去動上面這一塊 我動的 我動的 input black 就是動這個點 這所代表的意思就是 原本在這個區塊裡面 這個區間裡面 它是設為比較暗的什麼 灰色嘛 但是我把這個 往這邊拉了之後 代表說 我現在把這一條 以下的這個 呈現的顏色 通通通把他當作黑色 通通把他當作黑色 通通把他當作黑色 所以原本 比較暗的灰色 是不是就消失了 就變成黑色了 那這樣我的 看起來 就會比較像這樣 比較稀疏一點 這樣 你可以透過這個方式 我們這樣一條 效果就會比較好 效果就會比較好 所以你可以看看 這一邊 那當然如果你要再調少一點 你可以再做一些調整 再做一些調整 原則上就是盡量接近 就接近這一塊 你也可以把這裡 我們這個 做好了 這個 還有第一個 有沒有 你點到它 你也可以偷看一下 這邊的設定 在這裡 大約 有沒有 也是差不多拉到這邊 不過這個設定只僅供參考 為什麼 因為每個人做的 上面這個 就是這個 雲狀效果 每個人都不一樣 每個人都不一樣 所以得到的 這個 效果也不見得會完全一樣 那我稍微補充一下 就是我們剛剛 雲狀的效果 其實在 AE裡面啊 它的類型 比Photoshop多很多 因為Photoshop只有一種 可是這裡有很多種 有沒有 很多種 所以如果 如果說你要比較像什麼 像 雲的啦 像石頭的啦 欸這裡也有 這裡也有 所以你可以 參考看看 像這邊有沒有 也有別的 你基本的形狀一條 產生的效果就不一樣 就是 我可以先把這 label 先關掉 可以看一下 在這裡 Smooth的 基本的 有沒有 它比較 sharp的 就是比較尖的 你比較 銳利一點的 做出來 你的線條 就比較明顯 線條就比較明顯 然後下面這邊還有其他的 不同的形狀 因為我現在已經把它拉撐了 所以你比較不覺得那個形狀差多少 今天如果把它恢復原來的 有沒有 你看這個 這樣 是不是就有不一樣的效果 這樣了解 那因為我們剛剛已經拉成一萬啦 所以 你會覺得好像沒有差很多 因為 拉開了 好 所以你用不同的 類型 再去產生的 這個效果會不同 那如果你覺得 欸這樣子 線還不夠細 你也可以把它高度 變小一點 變小一點 越小 是不是線就越細 就壓得越扁嘛 所以不見得說只能往 調寬度 變可以調一下高度 你真的要它很小的 就讓它繼續小下去吧 欸 那像這個的話 我可能 這個 這樣就不夠 我就需要再把它往這邊調一點 有沒有這樣線條又更少 對不對 那你可以點一下 點一下 我的線條就是會動的 這樣OK 所以這個部分呢 可能你需要依據你自己的狀況 上面的這個參數情形去做 去做調整 去做調整 待會呢 我們再把那個 發光效果加進來就可以了 發光的效果 也就這樣 這個地方 你看現在做好了 是不是要讓它有點光暈的感覺 好 光暈的感覺 那你在Photoshop裡面 我先一起講好了 Photoshop裡面 你有沒有做過Glow Glow叫做什麼 在圖成樣式裡面 有一個叫做光暈啊 光暈的那個效果 只是在這邊 它是一個濾鏡 都一樣 你就來這裡 點到它之後 Effect裡面的 跟 Glow應該是在 Generate 怎樣 Espentive 是嗎 Glow Glow Styleize 抱歉 你把它按一下 它就會發光 只是預設的發光是針對什麼 原有的顏色 那我原有的顏色呢 是不是黑跟白 所以當然就是 只有黑跟白 可是呢它可以指定 我要發光的顏色是什麼 然後它的什麼 它的這個顏色的搭配的情形 所以 你套用這個濾鏡之後 上面我有寫 那個位置 有沒有 Effect裡面 Styleize Glow 發光效果 你進來之後呢 在左下角這邊 你告訴它 我現在呢 並不是要原來的顏色喔 有沒有 預設是Original color 我畫面什麼顏色 我就讓它看起來 像這個就有點發光的效果 對不對 但是我不要 我希望這裡改變一下 A跟B 你就可以來下面設定 你的A顏色是什麼 B顏色是什麼 那當然這個你可以自己決定 你可以自己決定 看你要哪一種的 比如說我們這邊 你要黃色的 搭配哪一個顏色的 你就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看你要哪一種 待會出來就是以那個為主 這樣了解 那比例上呢 混合的比例 你也可以自己調整 自己調整一下 看你要多少 那麼它的發光的強度 還有範圍 可以 有沒有這裡有發光的半徑 然後呢 發光的強度 在這裡 所以如果你 發光的這個半徑 你要比較遠一點 這樣有沒有比較遠一點 半徑比較大的 那強度要更強一點 你就調高 這樣有沒有 就有比較多一點了 有那種感覺了吧 好 那你可以點一下 因為我現在不太能夠拉動 我就點一下 點一下就好了 給你看一下 我確實有一個素材 就是這樣子會發光 而且怎麼樣 會有做動畫 動畫是因為上面剛剛這個 演化 Evolucion的關係 OK 給各位試一下 囉